糖尿病能不能吃西瓜 西瓜呢 这个含糖指数还是很高的 这个生糖指数也是很高的 那么可不可以吃呢 我的主张是糖尿病患者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糖尿病饮食呢 你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你所摄入的热量 一定要跟你所这个平时啊 学习生活运动啊 消耗的能量相等 如果是你肥胖的话 肥胖的患者的话 摄入的热量啊 要略低于消耗的这个能量 这样的话你这个才能慢慢的啊 把这个体重减下来 那么我们说这个吃的这个热量啊 如果过多而消耗不出去 那么这些热量只能停留在啊 积散到沉寂在我们这个体内 那么这些热量沉寂在体内之后呢 就会转化成我们的脂肪啊 转化成这个糖啊 储存起来 以后呢就会出现什么 高血脂啊 高血糖 努力于啊 我们糖尿病这个这个恢复 每一个食物啊 它含有这个能量啊 这个我们可以在哪 在网上去找啊 网上有一些这个就是每一种食物 含有这个能量啊 热量 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热量 根据我们每天的消耗的热量啊 来进行计算 糖尿病患者呢也应该这个饮食多样化 应该这个这个饮食更丰富 如果出现营养不良啊 它也会导致各种这个并发症啊 或者其他的疾病 所以没有什么不能吃的 但是呢 要控制量啊 这个量呢 主要还是它的这个热量 像如果是已经得了糖尿病的患者啊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你自己去上网上查好之后啊 每天呢 列出一个健康的师傅 每一名餐的这个师傅 按照这个 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饮食啊 控制一段时间啊 这样的话 它血糖呢会更加稳定 对不起